在我国烟草是受国家管制的专卖产品 任何个人的想要贩卖香烟都必须要到烟草专卖局办理销售许可证 可是呢在南京七峡区开小超市的一对浙江籍夫妻 竟然对这个法规浑然不知 足足非法卖了三年的香烟 直到被逮捕的时候才知道 买香烟是要办证的 谢姆夫妻俩是浙江泰州人 2010年来南京谋生 夫妻俩在七峡区承包了一个小超市 但是买卖却不是很好 妻子张某发现上门最多的就是买香烟的人 不如尽点香烟来卖提高营业额 对于妻子的建议谢某也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可是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销售香烟是要有销售许可证的 于是就开始从别的批发商那里购买香烟 就这样 谢某夫妻俩就开始做起了销售香烟的买卖 有了这份额外的收入 小超市的生意明显有了好转 夫妻俩为此非常欣喜 一晃这买卖干了有三年 直到今年五月份 当地的执法部门发现谢某夫妻的违法行为 将这个小超市查抄 查获64个品牌香烟 632包 同时查识这三年来 夫妻俩总共违法贩卖了36万2000多元的烟草 对于如此巨大的犯罪数额 谢某夫妻俩竟然一脸茫然 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但是刑法规定 非法经营国家专卖的烟草构成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数额在25万元以上的 要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谢某夫妻俩贩卖的烟草数额达到了36万多元 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直到这个时候 对法律一窍不通的夫妻俩傻了眼 而法院考虑到谢某夫妻俩的特殊情况 家里有孩子需要抚养 而且超市主要是谢某的妻子张某经营 因此法院判决张某有期徒刑五年 谢某有期徒刑三年 缓刑三年三个月